鞋子 然後這樣子拉 這樣齁 這樣 這樣 斜切 這樣 然後 這樣 他跟那個鑽書筆法一樣齁 也是要逆筆法上去 齁 然後這個齊筆都會有一個斜切齁 像這個 上帝的地可以斜斜看 其實很好玩 其實這樣 齁 齁 然後這個地方比較好玩就是 我們斜切比較大一點點 然後 邊緣不要管他 齁 他就會留一個這個角 我們先斜切完 然後拉到上面 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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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地方更大一點 你有一點點 你要變 歷書的那種筆劃 還有一個人寫字跟他有這個比較像 他是結合正谷口的字跟 跟這一個天花城聖碑的字 然後寫出來跟這個 有一點點像,可是他是歷書 這是傳書 我說的是金融的字體 天已經寫過了 我們寫這個寫 它這是圓的 其實它算是圓的 可是它是用坊間筆來寫 我寫覺得寫這種字跟這種字都特別好看 這種字都會特別好看 先寫這個字 這個字 這個字等一下,先寫這個字 好看,等一下就是這大尾 它是這樣子 斜...切...下來... 然後切圓筆 直接切... 你那毛筆 有粗細都沒關係 就是它自己產生變化就好 這樣就好看 自然就會好看 然後寫日跟月 這兒 有的 這個就是這個 先練習這個,慢慢的